从首尔到北京 现在你觉得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有几分呢 好 我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张一新 第一个问题我给自己打分 如果有十分满分的话 我给自己打两分 为什么两分 就是自己收拾行李方面 还是稍微弱了一点 那平时你会自己下厨吗 会啊 但如果不是很累的时候 有没有自己的拿手菜 有啊 煎蛋 如果给你放一天假的话 你会干嘛呢 我也去体检 上一次跟成员们一起喝酒是什么时候 很久以前 最近有什么想做的事 但又是没时间去做呢 做曲 编曲 但是最近一直在做的 也是在编曲 但是也没什么时间做的也是编曲 你常用的口头禅是什么 我常用的口头禅是这个 您是严控吗 一般就行了 在交朋友的时候呢 您看中对方的是什么特质呢 交朋友的时候 一起 对我好不好 在不在乎 你喜欢粉丝们给你起的淡淡这个爱冲吗 喜欢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它其实 呃 代表一个非常就是有深度的一个问题 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淡 既然我叫淡呢 我就不妨相信我就先有淡吧 呃 平时看女生 您觉得穿上什么呀 要风格的衣服觉得这个最养眼的 就是那种连衣裙那种 对 呃 下次买衣服能不能 呃 买的便宜点 就是呃 粉丝的同款商和其他 因为看到很多好看的衣服嘛 然后也是自己在慢慢关注这方面 所以可能在价格方面可能也是 就是有一些忽略了 但是也是告诉粉丝们 我的生活慢慢在变好啊 对 进入小康了啊 各位可以不用担心了 呃 平时会上网搜索自己的新闻吗 当然了 百分之百会看的 如果你有一种超能力的话 你希望拥有哪种超能力 我希望拥有一种治疗的超能力 呃 你未来的目标是什么 当一个全能的艺人艺术家 嗯 请你用一句话总结一下 已经过去的2015年上半年 坚持 等待 忍耐 追求和守护 我们很多读者呢都是呃 你的粉丝 然后呢他们也是我们时尚cosm的cosm girl 先对着我们的镜头 对我们电视机前的这个 我们的cosm girl说句话吧 对 希望所有的cosm girl 这一年非常的顺事业顺顺利利 然后越来越漂亮 然后请大家多多支持 今天晚上 今天刚刚拍完我们cosm片子之后 今天晚上回去干嘛吗 回去看直线挑战 因为正好今天就是直线挑战出来的第一天 嗯 那我们cosm girl 以及我们的读者都会支持的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来自我们的